第941章各方天骄 赵天王一脉 某大殿之前 众多气势不凡的年轻身影距于一处 而在众人前方处 一道青年身影极为引人注目 他模样消瘦 但却散发着一股极为凌厉 狂暴的气势 其身穿黑衣 手持一柄铭刻着百兽纹路的暗红色重枪 随着能量流转 隐约可见枪身上浮现出了两枚紫色树木般的痕迹 其名为赵神将 正是赵天王一脉 这一届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 在赵神将身后 一名面目有些阴逸的青年正低头望着自己的手臂 眼中有浓郁的杀鸡涌现 此人并不陌生 正是李洛在西陵暗玉中遇见的赵金宇 这家伙在西陵暗玉中与李洛争锋 最后丢了手臂 不过看眼下的模样 手臂又是借助某种灵药生长了回来 但是这种心长的手臂 必然不如以前 所以这也导致赵金宇此前在他们赵天王一脉年轻一届的论武之中 成绩下滑了好几位 这就更是让得赵金宇心中对李洛的杀意达到了极致 一旁的赵神将察觉到赵金宇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意 贴了他一眼 道 那李洛听说夺得了李天王一脉这一届的龙手 你如今的状态遇见他 恐怕没什么优势 可恶 赵金宇面旁扭曲 然后他对着赵神将道 哥 你得帮我报仇 他与赵神将虽说不是亲生兄弟 但自幼一同长大 关系自然是极好 赵神将闻言 嘴角扯出一抹笑意 笑意中杀机盎然 如果在灵香洞天中有机会的话 我砍了那个李洛的双手双腿送给你 一旁的其他天骄见到他这笑容 皆是浑身生寒 因为赵神将的凶残即便是在二十步内 都是极为的响亮 他出手很辣 不知轻重 这些年来 莫说是外面的人 就算是二十步中 也不乏有人被他打伤打残 在赵天王一脉二十步中 赵神将的标签就是桀骜 示战 凶残 这个凶人 当真无人敢惹 不过好在如今他盯上了 那的李天王一脉的李洛 而他们双方势力本就恩怨极深 若是赵神将真将那李洛打死在灵香洞天 倒也是能彰显他们这一界的威名 赵金鱼脸庞上也是有宁孝浮现出来 这一次 他一定要那李洛生不如死 天元古学府 与圣玄星学府相同 此类学府之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那这天碧日 几乎覆盖天宇的香利树 之不过天元古学府这一颗香利树不论是规模还是等级 都要远圣圣玄星学府 随着香利树的伸展 方圆数万里之内的天地能量都被汲取而来 最后甚至还在香利树的上空形成了连绵的能量云层 极为壮观 而此时 在学府的一处 也是有着一批年轻学员 整装待发 在周围还有着更多的学员在围观 送行 而他们更多的目光 其实还是在看向此次准备出发的众人中的某一位 那是一名身材纤细的女孩 她穿着淡红色的衣裙 她的脸颊角如秋月 裹颈白皙修长 再往下便是饱满曲线以及盈盈一卧的小蛮腰 论起容颜身材 倒的确是相当的极品 只不过就是蹊跷脸略显冷淡 对于周围不住投来的目光也是没有半点的兴趣 她就是姜婉于天元古学府三星院的学员 虽说如今才出入三星院 但实力却已是达到了二星天珠的境界 而且 她的气质虽然冷淡 可却身怀风火双向 战斗时的风格也是属于那种凶狠型 简直与她的冷淡气质截然相反 如此反差 更是令得她在学府中拥有着不少的倾慕者 江学姐 加油 打败那些天王势力的天骄 让天元神州上面的人知道 咱们天元古学府 才是最优秀的地方 江学妹 那铃香洞天混乱至极 一定要以安全为重 双引号点双引号 江婉于面无表情 致使低头摸着空间球 查探着此次所携带的器物是否有所遗漏 至于外界的那些声音 则是完全被她所无视 江学妹 此时突然有声音传来 一道人影走近过来 江婉于抬起翘脸 望着那早来的青年 其身躯销售 虽然面目有些普通 但却散发着一种温和的气质 宗沙学长 江婉于微微汗手 打了个招呼 青年名为宗沙 乃是四心院的学员 也是此次学府参与 灵香洞天中实力最强的人 算是领队 其人在学府内风平不错 性格温和 不太喜欢与人争执 此次前往灵香洞天 与你那些同辈的人 你要稍微注意点 比如那赵天王一脉的赵神将 请天王一脉的情依 诸天王一脉的诸大狱 不 对了 离天王一脉那位龙守名为李洛 据说他从外神州归来不到一年时间 虽说表面实力算是四大天王脉 这些顶尖天交中最低的 但你若是遇见的话 万万不要对他有小觑之心 这种从外神州平级之地杀出来的天交 总是有些独特手段 宗沙声音温和 耐心地提醒道 将婉于眼眸动了动 道 我自然不会招惹他们 不过有时候机缘之争 可不是招惹不招惹就能避免的 反正到时候真要交手 宗沙学长你帮我拦下他们那边的高薪天珠敬的人就行了 宗沙苦笑 但也只能点头 毕竟这也是他的任务 若是准备好了 那就出发吧 他说了一声 然后天元谷学府的队伍 便是在周围愈发高涨的颂行声中 开动起来 天元神州 金龙宝行总部 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人声鼎沸 虽说金龙宝行信奉和气生财 但没有任何势力真的会将其知识当做一个做生意的 金龙宝行所拥有的财力 堪称当时之罪 而想要守护这种财富 若没有足够的力量 那就知识一只很肥的肥羊罢了 所以金龙宝行对于新鲜血液的培养也极为的重视 如此次的铃香洞天开启 他们也是会派出一些年轻添交 也算是一种魔力 此时 在京殿的一角处 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白群女子 女子模样翘美 身材也是高挑傲人 白群女子名为白灵燕 其父亲乃是金龙宝行天元神州总部的一名副会长 也算是位高权重 所以他算是总部年轻一代中的比较忠心的人物 平日里也是受到众多追捧 俨然如公主般的待遇 但此时的白灵燕 虽然嘴上在与周围的同伴说着话 可那眼神 却带着一丝不爽地看向京殿中心的位置 因为此次金龙宝行将要参加林香洞天的队伍中 临时的多了几人 而其中最令得他在意的 就是那名陌生女孩 那是一名极为耀眼的陌生女孩 她虽然戴着面纱 但从那眉宇以及面纱轮廓间 依旧可以见到迷人的轮廓 想来面纱之下的脸颊 也是生得国色天香 特别是她的肌肤 白得仿佛连经店内明亮的光线都暗淡了一分 宛如冰雪精灵一般 那纤细笔直的长腿处 雪白的丝袜流转着淡淡的光 其勾勒双腿的线条 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望着此女 白灵艳银牙便是忍不住地紧咬起来 原本她才是队伍的中心 可是随着前者的出现 那些天元金龙宝行中 一些身份地位不逊色于她的年轻天骄 此时都是凑了过去 赵颖哥 他究竟是石木来路 怎么突然间塞了一个陌生人 进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金龙宝行 现在什么人都能混进来吗 白灵艳看向身旁的一名男子 问道 那被她称为赵颖的青年文言 微微迟疑了一下 她的父辈也是金龙宝行 天元神州总部的高层 而且刚好负责此次的 灵香洞天人员挑选 所以她对此倒是知晓一些 灵艳 你不要去找她的麻烦 她不是被人走关西塞进来的 青年提醒道 哦 白灵艳冷笑一声 青年低声道 她是从山里来的 若是外人听见这句话 可能还有些莫名其妙 可白灵艳自小在金龙宝行长大 自然算是内部人 所以她的脸色顿时有些变化 因为她知道 这个山里来的是什么意思 山 指的是金龙山 那是金龙宝行真正的核心所在 青年再度说出一句话 让得白灵艳面色彻底殷勤不定起来 她姓吕 白灵艳咬着银牙 将头向那女孩的目光收了回来 金龙山中 吕姓 世上脉之一 如果那女孩真是姓吕的话 那她的身份地位 的确比她们这些天元神州总部之人 更高一筹 那种感觉 就如同走出帝都的皇室公主 与分封外地的郡主之间的差距 第942章五脉会合 林乡洞天坐落于天元神州北域方向的天兴大平原 这座平原极为的辽阔 其内甚至还分布着三个小型的国度 而这三个国度 又由一方名为天兴宗的势力所掌控 管辖 天兴宗在天元神州算是一座中等势力 其内并未存在着王级强者 不过以其底蕴 放在这天兴大平原上 倒够资得成为土霸主 只不过这种情况 随着当年林乡洞天出现后就有所改变 毕竟如此等级的秘境空间 就算是各大天王级势力都垂涎 一个天兴宗 又怎么可能将其独占 好在这天兴宗也是机敏 果断地将林乡洞天出现的区域割让 交由各方天王级势力处理 而后来 各方天王级势力在经过一些较量后 最终确定了共同管制的协议 而天兴宗也因为是实物 每次都能获得一些相符名额 进入林乡洞天 离天王一脉与天兴大平原相隔甚远 其间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送阵辗转 而且在中途 天龙五脉的队伍还进行了会合 最后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 共同赶赴林乡洞天 云层之上一艘巨大的龙船如山岳般地划过 磅驳轰鸣的能量自船尾处呼啸而出 直接是将云层震碎开来 而龙船则是保持着稳定的速度 飞速向前 在龙船的一处看台上 李洛盘坐暗己之后 为闭眼眸继续专心地采集星河剑翼 为铸就木龙牙剑天砖加瓦 这般修炼持续了好一会时间后 他方才轻吐着气 徐徐地睁开了眼眸 然后他便是一睁 因为在茶几的对面 李灵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这里 他也没有打扰李洛修炼 只是一只手撑着脸颊 微微侧脸 望着龙舟外滑破的云层 微风吹动着他的发丝 那白皙静扯的脸颊有一种淡漠的平静 灵动的双眸中 流转着猜不透的心思 不过他似乎也是察觉到了李洛的视线 脸颊上顿时有一抹浅笑浮现 先前的淡漠瓶颈仿佛是错觉 修炼完了 他迎着李洛的视线 笑着道 临静堂姐这些天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 李洛笑道 李灵静纤细欲只不弄着如碧玉般的茶杯 道 可能是因为离开了龙牙山外吧 李洛一争 道 待在龙牙山外 让你感到不喜欢吗 谈不上不喜欢 知识 压力太大了 毕竟你要知道 我可是时刻担心体内的那时灵真魔太过棘手 最后卖手他老人家会失去耐心 直接选择一个更干脆的法子 李灵静微笑道 更干脆的 自然便是将他与时灵真魔一同抹除 说起来真的得感谢你 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想以卖手的身份 未必会这么尽心尽力 消耗时间与力量来为我化解 李灵静双手脱腮 美目盯着李洛 唇脚带笑地说道 他的眼睛如湖水般的静澈 几乎能够看见李洛的脸旁倒映在其中 李洛道 林静堂姐没必要这么客气 而且你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那时灵真魔已被静数消除 若是未来你想要加入龙牙卫的话 我也能帮你推荐 龙牙卫嘛 李灵静眼神有点惆怅 那可是他曾经向往的地方 只不过这些年下来 他的心境也是变化很大 到时候再说吧 但最终他并未直接阴下 而是如此说道 李洛堂帝未来有什么目标吗 李灵静问道 李洛想了想 道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想要在三年内踏入封侯境 因为完不成这个目标 他就得死 三年封侯 李灵静惊讶地看着他 这个目标不可谓不难 虽说封侯境之下 的确是属于年轻人冲刺的阶段 但现在的李洛还知是极煞境 这与封侯境之间 可还有着一个大境界的距离 而且 封侯又岂是那么容易突破 一些顶尖的天骄在修炼至大天相境之前 或许都是顺风顺水 勇猛精进 可当他们来到大天相境巅峰的时候 那封侯的一步 却始终难以踏出 一些天骄恐怕在这里蹉跎的时间 都超过了三年 而李洛这要在三年内 从极煞境踏入封侯境 这难度还真是不低 不过 看李洛那坚定的眼神 李灵静知晓他并未是在说笑 于是默默汗手 道 李洛堂弟身上有诸多奇迹 所以我想 三年封侯对你而言 未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借林静堂姐急言了 李洛笑了笑 而后问道 那林静堂姐你呢 有什么目标 李灵静唯唯歪头 有青丝从鬓角洒落下来 他笑嘻嘻地道 我的目标 那 话音尚未落下 他突然听见有脚步声传来 于是就停了话 与李洛一同看向那边 然后就见到 邓凤仙的身影 对着这边走来 李洛大骑手 龙血脉那边传来话 说是让咱们去三层船舱一趟 邓凤仙说道 李洛一睁 旋即问道 传谁的话 龙血脉那边此行领队 邓凤仙摇摇头 道 是李武元 他是上一届二十旗龙手 李洛眉头为挑 这个李武元 前两天在五脉队舞会合时 他倒是见过一次 看上去是个心气极盛的人 不过能够夺得上一届龙手 那必然也是个本事不弱的 不过 他有什么资得来传话 这阵仗不像是龙手 像是卖手 李洛摇摇头 不想要李慧 有这时间还不如进修医会 多采集一道心和剑意 不过邓凤仙下一句话 就让得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李凤仪大起手已经去了 李洛将茶杯放下 站起身来 李凤仪那个性格 又急又野 若是不跟着 怕是反而更麻烦 而且李洛也不想看见这个二姐吃亏 走吧 去会会这位上一届龙手 看看他究竟要显摆个石吗 李洛冲着李灵静说道 李五元吗 李灵静眸光流转 而后轻轻汗手 也好 我也想要见识一下这位 毕竟说不定 他这龙手位置 当初还是我的那第943张领头人 当李洛来到三层船舱的时候 发现此处已失去了不少人 五脉队伍几乎全部到齐 这样来看 那李五元的威势 倒的确算是不弱 而随着李洛三人的来到 场中顿时就有许多目光投射而来 毕竟如今的李洛可不是刚来龙牙麦那时候了 现在的他是新一届的龙手 以及沙摩洞榜首 这两个身份代表着 他是这一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虽说此次灵香洞天之行 还有着上一届的二十其成员 甚至还有着李五元这位上一届的龙手 但李洛的分量还是不容忽视 这里场中有李凤怡的声音传来 李洛看去 便是见到龙牙麦众人聚在一起 李凤怡身旁便是李金涛 李福林等人 于是他也是快步走了过去 途中还经过了龙麦麦的队伍 李洛见到了陆青梅 于是也冲他笑着打了个招呼 陆青梅汉手之意 盯着李洛的火热目光比以往要显得更为强烈一点 这倒不是因为对李洛有什么心思 这是单纯的觉得现在的李洛 比以前更值得他来挑战 在陆青梅身旁 还站着一名身躯高大的青年 他盯着李洛的背影 然后冲着陆青梅笑道 陆师妹 他就是你们这一届的龙手吗 急煞尽实力 竟然能够坐稳龙手 这种情况在二十其历史中还是头一遭 青年名为李官 乃是圣灵骑上一任大骑手 如今实力与李弗林相仿 都是七星天珠的境界 陆青梅平静的道 李洛身怀三相 虽然知识及煞静 但论起相利雄厚程度 不逊色拥有八品相性的一星天珠静 而且他还修成了那种疑似天命级的风侯术 两者叠加 可占二星天珠 我想若是等他踏入天珠静时 四五星天珠静的人 都未必能奈何得了他 李官眉头为挑 陆青梅给李洛的评价倒是极高 不过 今日那李五元突然招来众人 恐怕大概率就是冲着李洛而去 毕竟龙血脉四旗已经霸占龙手之位数界 如今李洛将这个格局打破 势必会引来龙血脉的一些反制 最起码 也是要错一下李洛的锐气 稍微阻挡其精进之势 龙牙五脉虽说同属一家 但内部的竞争同样激烈 在那众目注视下 李洛来到李凤怡这边 而当他刚站稳 一道笑声便是从另外一处传来 这位便是新一届的龙手吗 李洛顺着声音看去 便是见到在龙血脉队伍那边 一名身穿暗红色战衣 双目锐利至极 给人一种侵略性极强的青年正盯着他 正是李五元 李洛笑道 见过李五元师兄 虽然按照辈分来说 还得叫其一声堂兄 但双方也不熟 李洛也就懒得套近乎了 李洛师弟来得也太晚了一些 龙牙卖似其形势 都是如此随意的吗 你这般性格 若是进了龙牙胃 恐怕会吃亏的 李五元笑咪咪的说道 语气带着一点教训的味道 在其身旁 那里红李双臂抱胸 饶有心智地看着李五元 对李洛发难 毕竟李洛这段时间风头太盛 难得见到有人能压制他 李洛无奈地道 李五元师兄闲得没事情做吗 浪费时间将我们各卖队伍招来救知 是为了说这些无意义的废话 李五元双目须眯了一下 眼神如锋利刀刃般地 盯着李洛面旁看了数席 但笑道 李洛师弟 就这么没规矩吗 二时期从规格来说 也算是天龙五位的下级 李洛想了想 从空间球掏出了一枚 清明院大院主的令牌 同时露出温和的笑容 道 不好意思 我同时还兼任清明院大院主 虽然是站带 但是如果你要说身份规格 那么就请你不要叫我师弟了 直接叫我大院主吧 场中气氛顿时一致 众人面色奇特地望着李洛手中那代表着清明院大院主身份的令牌 在各脉之中 各院大院主位高权重 与这等身份相比起来 莫说是李五元 就算是天龙五位中的各大统领 都不敢对李洛摆身份 知识这李洛才知识极杀尽的实力 那李金哲卖手怎么就将清明院大院主的令牌都给了他 而且还让他站在清明院大院主之位 这是何等的儿戏 但是李金哲才是龙牙卖的卖手 他的决意 就算是龙血卖的李天基卖手也无法择其更改 所以 望着李洛手中的令牌 所有人都只能默默地吞了一口口水 本来是要以普通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可是你却硬要给我讲身份规格 这样一来 你让我怎么好融入大家 李洛有些不满地感叹道 李五元脸庞上的神情略为有些僵硬 他是万万没想到 李洛竟然还能有这么一众正式的身份 这龙牙卖形式都是如此的随心所欲吗 那位李金哲卖手 未免也太宠溺李洛了 李洛面带笑容 对着他扬了扬令牌 李五元深吸一口气 背着李洛拱手行李 见过李洛大院主 知识身体幅度 僵硬得如尸体一般 眼中也是有憋屈怒火涌动 一旁的李洪礼等人神色也是瞬间极为精彩起来 恨不得立刻转身消失 不过李洛健壮 却是慢悠悠的将领牌收了起来 道 算了 咱们还是各论各的吧 免得别人说我这位大院主欺负下集 众人闻言 这才放松下来 不然他们也打算赶紧走人 免得见面就得给李洛行李 平白矮了备份 李五元闷哼一声 那你不早说 还要等我行完李 他瞥了李洛一眼 神色平复下来 淡淡道 此次将各脉队伍招来 乃是为了商量一下此后进入灵香洞天的事情 灵香洞天中 各方势力错纵复杂 还有众多散修 所以即便咱们是天王级势力 也不可心怀小觑 需得合力而为 毕竟还有其他天王级势力的天骄队 咱们虎视眈眈 而咱们队伍不少 总得有一个领头人 如此才好整合实力 指挥全局 应对一些麻烦 他总算是将此次的目的给说了出来 不过众人对此 倒是并未反对 各脉此次都来了不少人 会合在一起的话 更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 有时候个型其事 的确有点散乱 既然要选领头人 那自然是要选实力最强的 所以领头人的位置 我觉得李武元堂哥当然不让 李红李率先出生 力挺李武元 龙血脉那边众人也是纷纷表示支持 哼 我倒是觉得应该按身份地位来选 李洛是清明院大院主 地位最高 以他为首 名正言顺 李凤怡立即反对 说道 他如何看不出来 龙血脉那边就想推荐李武元为首 如果真让他们取得了队伍指挥权 万一有点别的心思 尽给他们龙牙脉安排危险的任务 到时候他们为了大局 还只能打碎牙齿硬抗着 林香洞天中的其他势力的天骄 会将这个大院主当作是真的吗 李红李不紧不慢地说道 略有嘲讽 龙骨脉那边也是有人出声赞同 林香洞天内 还是实力为尊 其他的脉也是微微汗手 林香洞天内强敌众多 实力为尊这一点还是能够取得共事的 李凤怡咬了咬牙 还想要辩驳 一旁的李弗林将他拉住 上前一步 淡淡地道 实力为尊 那也得试试才知道 李弗林也知道李凤怡的担忧 而同为龙牙脉 他自然是需要站出来支持 李五元目光停留在李弗林身上 嘴角有一抹笑意浮现 道 李弗林 你我交手那么多次 你一次没赢 还需要试试吗 不过如果你真想试 那我自然也会给你这个机会 李五元秀跑一挥 只见的一道黄光飞出 竟是化为了一座土黄色的大顶 那大顶之上鸣刻着万虫山岳 似乎是散发着一种无比沉重之感 而随着此顶的出现 在场不少人面色为变 那是李五元的万山虫顶 乃是紫眼宝具 此顶沉重非凡 将其祭出 如果不是八星天诛镜的人 根本无法承受 在天龙五位的论武中 不知道多少人被其以此顶压垮 有来自五位的人开口 李弗林 你接得住这顶 那就有资格竞争这领头人的位置 李五元淡淡一笑 而后那土黄色大顶顿时裹挟着棒薄重力 所过处 连虚空都是荡漾出了波纹 然后直接对着李弗林所在的位置镇压而下 李弗林见状 连忙推开身旁的李凤怡 翘脸凝重 紧咬银牙 体内相立毫无保留的催动而起 七颗璀璨天珠于其身后浮现 吞吐天地能量 而后他一掌推出 之间的一道能量掌印凝结而成 与那镇压下来的大顶轰然相撞 翁 狂暴的能量冲击波扩散开来 将附近众人震得纷纷后退 不过他们的目光倒是未曾转移 盯着那能量掌印与大顶碰撞处 之间的大顶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姿态不断地落下 而那能量掌印则是一点点的坠落 同时其上还有裂纹浮现 显然 李弗林七星天珠镜的实力 根本就挡不住李武元的大顶镇压 但对于这一幕众人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此前李弗林已经被李武元以重顶镇压过多次了 李武元悠然地望着这一幕 嘴角擒着淡淡笑意 一旁的龙血脉众人也是笑谈起来 纷纷赞叹李武元实力超凡 不愧是上一介龙手 哼 而在众人说话间 那重顶欲发沉重 最终能量掌印彻底承受不住 顿时暴碎开来 化为漫天能量光点 重顶却是气势不解 直接对着李弗林落下 显然是要他更为的难看 不过 就当那重顶即将与李弗林相撞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素白的纤细御手 从后方伸出 其五指握拢 结为拳硬 而后直接一拳轰在了重顶之上 撑 清脆的声音乍响 肉眼可见的能量冲击波横扫开来 接着众人便是震惊地见到 那一座压的李弗林 没有反抗之力的重顶 竟是被那素白纤细的拳头 硬生生地轰飞而出 最终砸在了地板上 将那有着能量光纹保护的地板 都是砸出了一道道的裂纹 宽敞的船舱内 气氛瞬间安静 一道道惊恶的目光望向那出拳之人 然后他们便是见到一名有些陌生的年轻女子 正轻轻揉着自己的拳头 然后对着他们露出浅浅笑意 好沉的顶 打上去还怪疼的 第944章灵敬堂姐的表现 安静的船舱中 伴随着终顶的落地 气氛陷入了一阵寂静 众多目光望着那出手的年轻女子 女子有着白净俏丽的面孔 青丝随意地挽起 唇角擒着淡淡的笑意 她那乌黑明亮的双眸间 有流光转动 隐隐间 似乎是散发着一种无法言明的妖艺魅力 除了龙牙脉这边众人外 其他人皆是满脸惊疑 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李林静 所以这位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竟然能够一拳将李武元的重顶轰飞 要知道李武元这一顶 八星天珠镜之下 几乎是含有人能够撼动 啪啪 李洛在此时率先的鼓掌 然后冲着李林静竖起大拇指 赞叹道 林静堂姐这一拳当真帅气 李林静奄然一笑 谦虚地道 过奖了 李凤怡则是双目放光 拉住李林静的手臂 激动道 林静堂姐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自从李林静来到龙牙山脉后 李凤怡便是极少在看见他 所以在李凤怡的记忆中 还是李林静刚离开西林静的时候 而那时的李林静 似乎远没有现在这么强 李林静微笑道 也没有多厉害了 只是那种顶比较一般而已 一旁的李福林也是在此时回过神来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李林静 缓缓道 你突破到八星天珠镜了 那李五元虽然令人讨厌 但其实力无庸置疑 八星天珠镜的实力 令得他在龙血位中都有一席之地 而李林静能够一拳打飞中顶 那么其实力 必然已经超过了七星天珠镜 是吗 不太清楚呢 李林静微微歪着头 冲着李福林俏皮的一笑 现在的我 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 对于他这般奇怪的回答 李福林确实将其当作默认的表现 一时间神色愈发地复杂 他没想到在经历了当年那种巨大的变故后 李林静依然能够重回巅峰 当年那的西陵城的贵女天骄 并未被所经历的苦难打倒 他虽然未曾进入到二十期 也未曾去往龙牙位 可现在的他 依旧在绽放出光彩 你是谁 龙牙位中 可没你这号人 而当李福林心情复杂的时候 那李武元也是眼神锐利地盯着李林静 沉声问道 先前李林静显露的实力 令得李武元感觉到了威胁 李洛微笑道 这位是咱们龙牙卖的李林静堂姐 说起来与李武元师兄还算是一届的 当年若非是出了一些变故 说不定还会在二十期中 与李武元师兄争一下龙手的位置 李林静 李武元眉头为皱 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 有一名同伴辞时上前 在其耳边低声说了两句 想来应该是在提醒他 数席后 李武元的面色微微变换了一下 道 原来是当年那个西陵城的李林静 这名字我可是听过不少次了 当初他夺的龙手时 还总有留言说 若是那西陵李林静在的话 龙手之位 他定然有资格争夺 那时候的李武元对此嗤之以鼻 知识将其当作失败者的狡辩 毕竟一个连二十期都没进入的所谓庞戏添交 又能给他造成什么威胁 可谁能想到 数年之后 他竟然会在这里遇见这位李林静 而且从他刚才出手的力量来看 倒也是有了八星天珠之力了 此女 究竟经历了什么 在数年咬无音讯后 如今还能够跟得上他们这些人的脚步 那可真是荣幸 李林静浅笑道 然后他瞥了一眼被打飞的重顶 道 那么有关这领头人的事情 可以重新商量了吗 李武元眉头紧皱 他一招手 重顶化为流光飞回 同时迅速缩小 化为巴掌大小 悬浮在了其手掌之上 他目光微微闪烁地盯着李林静 似乎是在想 是不是要在这里彻底地 称量一下对方的实力 你既然不是二十期的人 也不是五位的人 那有什么资格与名义出现在这里 而此时 李弘李突然冷笑道 李林静想了想 道 我的名义 是李洛堂帝的贴身护卫呀 他轻笑道 这是卖手给予我的任务 你若是有疑问的话 那就去找卖手质问吧 李弘李一致 闷哼一声 让他去找李金哲质问 莫说是他 就算是他爹都不改 而此时龙灵脉那位 自龙灵位而来的李观 则是出声劝和 其实没必要争得这么过分 毕竟所谓的领头人 也知是名义上的 既然李五元 与李林静的实力 皆是令人幸福 那么两人共同作为领头人 整合力量 谋取机缘 也未尝不可 他显然是劝双方 各自退让一步 没必要争得太过难看 其他几脉的人也是纷纷出言 表示赞同 那李五元眼神变坏了一会 然后脸色也是缓和下来 但笑道 此次灵香动天之行 有李林静师妹这般助力 道也是好事 也罢 我愿退让一步 由你我共同担任这领头人 为我们各卖谋取机缘 到了这个时候 李五元也知能忍下不爽 毕竟李林静的实力 还是令得他生出了一分忌惮 知事如此一来 此后想要借助领头人身份名义 来对李洛做一些压制的想法 是落空了 李林静轻笑道 我这个人性格孤僻 可做不来什么领头人 不过李洛堂弟相貌帅气 性格好 说话又好听 倒是很适合做这个领头人 其他人皆是一脸无语 你说的这三个点 跟领头人所需要的特质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领头人有两届的龙手担任 倒也算是令人幸福 那李官想了想 笑着说道 李洛感叹道 既然林静堂姐都点出了 我最优秀的三个点 那我也只能当人不让了 众人瞧着他 这皮囊的确是顶好的 知事这脸皮也属实够厚 那李五元则是面无表情 懒得再说实吗 直接拂袖转身而去 他堂堂八星天诛镜的实力 这里落与他之间不知道差了多少 竟然也能与他共同担任领头人 这简直就是对他李五元的羞辱 随着李五元的离去 龙血脉的人也是纷纷跟随而去 看这模样 所谓的领头人之选 算是谈崩了 不过这本身就知是李五元的建议 所以其他哥脉健壮 也就耸耸肩 目光若有若无地看了李林静一会后 也就逐渐地散去 李若健壮笑道 林静堂姐一出马 立刻挫败了龙血脉的野心 不愧是咱们龙牙脉此次 林香洞天之行的最强底牌 李林静笑盈盈地道 我只是一个随叫随到的打手而已 李若堂弟有事的话 请尽管吩咐 不敢 我怕你打疯了连我都打 李若赶紧说道 李林静忍不住地眼嘴轻笑 觉得跟李若说话 还真是令人心情莫名地轻快愉悦 不过笑着笑着 他秀梅突然轻轻一蹴 目光看了一眼一个方向 在先前的瞬间 他仿佛是感受到 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寒气 黑暗的密室中 一座神秘的祭坛若隐若现 黑暗中 有一道全身被阴影包裹的人影缓步走出 来到祭坛处 阴影中有漠然的目光射出 注视着祭坛上面的树盏青铜灯 其内灯火如豆 摇曳间散发着阴寒之气 林香洞天要开启了 倒是来了好多年轻天骄 真是一场盛宴啊 阴影中 传出一道笑声 笑声中充斥着贪婪与渴望 多么好的机会啊 这么多天资出众的精英天骄 若是用来喂养这些一种 想而能加速其成熟吧 筹备多年 也该有点行动了 人影喃喃自语 咦 突然 神秘人影突然发出了惊异声 然后其视线投向了祭坛上 一盏早已熄灭的青铜灯 而在刚才 他似乎是察觉到 久无动静的青铜灯内 似乎是出现了一抹几淡的波动 这颗一种 倒是有点意思 黑雾缭绕的脸庞处 神秘人影的目光 变得愈发的忧生诡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